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乌妖王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在北列径的战役虽然成功 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人类现在打算要强化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战略要敌 在瓦里安大胆的领导下 人类现在正准备重新面对他们长久以来的宿敌 部落 但是当浩劫席选整个世界时 熟悉的威胁又再次在家园附近出现 现在只有你们能保卫这个王国 并维护人类的荣誉 需要帮忙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屹立不摇的铁卢堡迎来了巨大的改变 痴迷于泰坦作品的矮人们 把他们创造者的神秘石板 从传说的城市奥度亚带了回来 在启动其中一个石板之后 麦格尼童虚国王被下来到可怕的诅咒 使他变成雕像的形态 并且与铁卢堡本身的钻石之心融合了 让这场悲剧更为复杂的是 麦格尼原本不想往来的女儿莫埃拉 前来宣称她自己 和她具有黑铁协同的婴儿 拥有王位的合法继承权 为了避免内战 矮人们创立了三锤一会 一个将权力平均分配给各个部族的 不稳定同盟 现在 当政治的动荡在王国内此起彼落 巨大的浩劫肆虐着临近的大地 铁卢堡的未来 就交到了像你这样勇敢的矮人手上 你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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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翡翠梦境中被禁锢了多年以后 大德鲁伊 马法里恩怒风 终于回到了现实世界 与他的爱人泰兰达 雨风重逢后 马法里恩现在把目标放在治疗被腐化的世界之术泰达西尔上面 以及重建叶精灵们的信心 在可怕的浩劫摇动着巨树的根基同时 夜精灵们也对即将来临的风暴严阵以待 战争与毁灭正从四面八方逼近 只有靠像你这样的夜精灵来咬紧牙关 并保护你们族人不朽的遗产 祝你平安 在铁卢堡最近的政治风暴中 地精们忽然发现 他们在城里变得不受欢迎了 一项倚仗他们精巧的科技 极无法熄灭的冒险精神 地精们开始重新审视 他们在卡兹末丹里扮演的角色 在大工匠梅卡托克充满创意的领导下 地精们开始针对野蛮的血狙怪 计划一个大胆的军事行动 以求光复他们以前的首都诺姆瑞根 在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 地精们只能依靠像你这样勇敢的英雄来挺身而出 地精一族最重要的时刻即将来临 真有趣 在圣光及他们的信念所带来的无穷力量下 在外域的德莱尼们成为与燃烧军团作战的先锋 现在燃烧军团的败退 代表了他们已完成把他们带到艾泽拉斯的维基使命 虽然有些德莱尼被送回外域重建他们过去的文明 但多数的人都使言留下 并遵从他们对联盟的神圣誓言 不朽的先知费伦相信 强大的预言显示了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大战 正在接近 而艾泽拉斯将会是主要的战场 身为费伦所选的英雄 你必须勇敢站在阴影之前 并确保你们的人民对迫近的战争有万全的准备 愿圣光围绕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们军立的国王吉恩和雷迈恩的率领之下 吉尔尼斯骄傲的居民们 曾汉联盟并肩面对 想要征服罗德龙的邪恶部落军队 在战火中屹立不摇的吉尔尼斯王国 却在第二次战争后的动荡岁月中示威了 吉尔尼斯的人们不再信任过去的盟友 沿着边界煮起雷道宏伟的城墙 霸他们的心 随着他们的王国一同从这个日渐黑暗的世界隔绝了 多年之后的现在 当看来势不可挡的天遣军团踏进罗德龙时 人类文明再一次地走到灭亡的边缘 在战争与死亡从四面八方逼近 吉尔尼斯的居民们面临了可怕的事实 他们宏伟的城墙 已经无法阻挡天遣军的入侵 更糟的是 王国的边界出现了新的灰险 狂野而如同噩梦般的怪物 如同人类直立行走 却像狼一般的猎杀与嚎叫 保持警戒 警卫们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入侵者 但是西甲已经沦陷 而且我们和港镇都失联了 要有宜挂集中的心理准备 为了我的人民 为了我的人民 社交人 协族文化 威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